欢迎来到进转全球 我是黄盛凯 美国的通膨持续顽强 升息的列车看起来停不下来 这让美股的投资魅力大减 就连股神巴菲特 他都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海外 巴菲特睽违12年再度的访问日本 今天在东京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 他打算加码投资日本股票 对于旗下波克夏海色卫公司 目前持有的日本投资 他觉得相当的自豪 同时也透露 你们已经 他们已经再度加码 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 波克夏在2016年8月 首度揭露买进日本五大商社 包含上市三菱集团 三级集团 伊藤中商市 住友商市 还有玩虹 持股大概就平均略高于 百分之五 那到了去年十一月 提高持股 同步来到了百分之六以上 巴菲特今天表示 他的持股又会进一步的增加到 百分之七以上 我们看到日经新闻 四月初曾经就报导 波克夏准备再度发行 日元计价债券 市场就开始猜测说 是不是就是要加码 日本投资了呢 因为去年底提高 日本商社持股之前 其实波克夏也曾经发债 筹资了一千一百五十亿日元 那趁着日本央行 他长期都维持着超低的利率 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波克夏在二零一九年首度发行 日元债券之后 每一年都会进行日元融资操作 现在的日元债券余额高达了一兆日元 那如果我们看到巴菲特上一次 他访问日本要回到三一亿大地震之后 当年的八月呢 他亲自前往位在灾区附近的投资事业 金属切割工具商泰科洛 要替日本加油打气 好我们看到巴菲特持续加码日本的股市 就是因为日本央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短期内看起来没有打算要改变 日本新任的央行新总裁直点河南 上任的隔天在礼拜一晚上 举行了第一场的记者会 外界本来就期待说 直点河南会利用这个处女秀 展现新冠上任三把火的魄力 但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直点河南他面对到当前 日本通胸高涨 还有民怨持续的暴怒当中 他选择的是以拖待变 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他认为这是一个合适之举 那原本预期日盈金将要调整宽松立场 投资人当场被浇了一大盆冷水 也拖累日元对美元 应声重贬超过百分之一 全体制からの大規模緩和を そう簡単な目標ではない ということは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したがってあの 何らかの有限な時間 有限の時間内にこれを達成する という強い意と しわげん地点では申し上げられない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那我们来看到日元对美元 今天盘中在133.3附近游走 如果跟礼拜一相比的话 变动是不大 那日盈其实长期以来都一直实施一个超宽松的政策 尽管美国联准会在去年三月就启动了激进的升息 日本也不打算改变 那美国跟日本的货币政策就出现了分歧 呈现一景一松 这样的状态也带动日元 从去年10月一度是跌到逼近152的30年低点 但之后随着市场认为说 联准会的升息慢慢步入尾声 加上对于日盈调整政策的预期不断的升高 所以日元就开始展开一波反攻 至今已经从低点回升超过一成 尽管日盈频频的强调 政策将会持续的维持宽松 但是市场还是持续大举做空日本的公债 他们押注的就是日盈最后就是会举白旗投降 舍弃YCC 也就是所谓的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这也让价格走势相反的殖利率 承受着上涨的压力 那虽然日盈已经在去年12月 它把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上限 从0.25%调升到0.5%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还是频频的冲破上限 就连上个月全球爆发了银行危机 殖利率虽然有一度大幅下跌 但是马上就快速回弹 那目前是徘徊在0.46%的附近 除了YCC政策之外 日本的日盈的负利率政策 未来走向也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针对利率的政策前景 新任的日本央行总裁直天河南强调 负利率是日盈稳健货币宽松的基础 这样暗示的就是短期之内 它不会取消负利率政策 而在通膨议题方面 它希望说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评估薪资成长是不是会持续下去 然后让通膨可以在2%的目标稳定下来 这也就暗示它不会急着 缩减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虽然坦诚让通膨持稳在2%的任务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它也说它要展现决心 表示在5年之内 也就是任期之内 会达成这项目标 它虽然坦诚说YCC等宽松政策 带来了副作用 但是也强调随着海外的利率下跌 YCC对于直利率曲线达成的扭曲效果 如今已经获得了修整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 礼拜一发布的调查显示 消费者对于通膨的预期大幅的上升 这也是5个月来通膨预期心理首度转强 那今晚最近债券的市场行情反映说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慢慢的升高 但是如果通膨这么的顽固都打不下去的话 联准会恐怕也只能继续升息 美国在礼拜三将会公布3月的CPI报告 这也是联准会5月初决策会议之前的 最后一份通膨数据 目前在利率交换市场 交易员押注连组会5月再升息一码的几率 已经高达了80% 巴克莱也警告说市场必须要把 通膨意外上升的可能性纳入定价 同时也认为明年的利率分布预期 应该要全面上调 通膨率可望在2025年就会回到2%的目标水准 不过根据纽约联准银行最新公布的3月份调查 其实凸显了美国消费者好像没有这么的乐观 未来一年预期的通膨率不但是没有下降 还会上升了0.5% 达到的是4.75% 这也是去年10月以来 短期的通膨预期第一次攀升 同时分析师就警告 上个月爆发了银行业的倒闭潮 其实已经开始造成信贷紧缩的迹象 尤其是消费信贷 纽约联准银行的调查也显示 表示说这个信贷取得是比一年前困难的受访者比率 上升到逼近60% 这也创下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如果现实更贴近消费者的预期的话 那代表的是 美国经济很有可能会面临通膨衰退的同时夹击 对比美国持续受到高通膨所苦 我们来看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它的烦恼完全是相反 他们现在担心的是 他们的经济会不会陷入通货紧缩 我们来看到中国今天公布的三月CPI年总率 进一步下滑到百分之零点七 那本来市场预期是跟二月持平 结果没有 这也创下了一年半来的最低记录 另外看到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它的情况就更糟了 最新的三月份的PPI年减率是达到百分之二点五 这个数据是三年来的最大减幅 那累计看下来已经是连税六个月呈现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CPI它的涨势很疲弱 PPI不断的下跌 这些数据都凸显出 中国经济解封之后 它的内需市场还是非常的弱 那眼看着内需靠不住 中国如果要拉台经济的话 它现在好像打算重回老路 也就是它要举债砸钱 新建基础限设 而且它的力道可能会比过去还要来得更猛 我们来看到是外国媒体中营的数据 看到的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其实中国中央政府 每年第一季的主权债净融资规模 最多最多就是四十亿人民币 而且你可以看到好几年都是负值 代表它的筹资金额是小于到期的债务金额 那到了疫情爆发那一年 二零二零年 中国它为了要救经济 所以它第一季的净融资 明显增加到一千七百亿人民币 到了隔年二零二一年的第一季 同样都在一千亿以上 但是在二零二年转为负值 那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今年的第一季 不止它的净融资规模再次转正 而且数字大幅上升 比起二零二零年跟二零二一年 都高出许多 达到的是两千七百六十八亿人民币 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那代表就是中国的举债力道 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 收集一下 继续近转全球 回到近转全球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价走弱 拖累台股今天的表现是比较平淡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 台股在外资的追捧之下 其实表现是相当亮眼 已经涨赢了一票的亚洲国家 根据金管会政企局的统计 今年第一季的外资净汇入金额 已经超过了四千两百亿元 那一举回补去年全年净汇出的失血 而且其中半数以上 都是流入了国内上市贵公司 台股从今年出的一万四千多点 如今已经占上了一万五千八百点以上 公司今年的涨幅就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一 台股今年表现强劲和亚洲临近国家相比 不但打趴东南亚一票国家 也赢过日本 新加坡 只小输韩国 助力之一靠外资充盘 第一个是有关美国升息的预期 那因为在今年初之后 美国的升息预期已经大幅兼换 那所以有一些美元的资金 会向外寻求美元以外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所以他会把一些资金流向 像亚洲新兴国家 还有台湾这些国家 那第二个点是 有关美国的这个银行的体系 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美国银行体系发生一些危机 那所以在美国银行存户 他也会想把资金 留到美元以外的商品 美国缓升息 加上金融局势不稳 让热钱向外找出口 台湾成为选择之一 根据政策局统计 今年第一季 净汇入金额超过 四千两百一十七亿元 其中外资在国内 上市柜公司的净买超 就占了一半以上 没有投资在上市 或上柜股票以外的话 那他可能 这些资金有可能是 在台湾从事实体的投资 比如说像他去参与 他原有企业的一些现金增资 那又或者是说 他有可能是去 构置一些不动产 一举回补去年一整年 汇出的失血量 外资接捧 让台股开春第一季 迎来好兆头 有望甩开去年颓势 台积电证实 正在跟美国政府 直接沟通 晶片法补助的条件限制 但是比起台积电 美国厂 其实现在市场更关心的是 台积电三月的合并营收 大减了一成以上 这也是近四年来 它的年比跟月比 同时首度衰减 美国权威杂志霸容就指出 台积电第一季营收 没有达到预期 这其实已经是 半导体业的危险讯号 台股周日开盘 护国神山台积电 从前一天收盘529元 直接下跌7元 来到522元 因为台积电 最新公布的三月营收 不如预期 台积电三月的合并营收 1454.08亿元 比起二月减少了10.9% 和去年同期相比 更减少了15.4% 是17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而第一季营收 5086.33亿元 虽然比去年的Q1 增加3.6% 但离原先预估 最低的5126亿元 还是有段差距 专家分析 营收欠加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是台币比预期还要强势 从美元换成台币计算 出现落差 再来是市场的需求 以及库存调整 全球通膨等外在环境 影响终端的需求 包含英特尔 连发科库存消化 都不如预期 因此减少对晶圆代工厂的投片 这样的情况 分析师认为恐怕会拖到第三季 我们原本预期 中端的库存 恐怕会在上半年可以打消完毕 然后恐怕会再延一季 到今年的第三季 下半年的整个景气的表现 恐怕会是L型 或者是U型反转 而出现V型反转的几率 比较低一些 台积电将在4月20号召开法说会 将针对第二季 和下半年事况进行分析 是否会针对全年营运 财报下修 也将被受关注 近新闻 李永静 陈俊峰 采文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 美国最近爆发 2013年危机解密以来 最严重的情报外洩事件 有大量上这样的机密文件 就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 到处流来流去 而且内容很广 包含像是乌克兰 中国中东印太区域 都是泄露的范围 美国国防部礼拜一就表示 这已经对美国的国安构成 严重风险 同时提醒司法部 进行刑事调查 但也提到部分的文件 疑似是有遭到 篡改的协议 网络上竟流传 美国上百份 机密军事和情报文件 部分文件更早已在 网络上乱窜数周 美国国防部市警 对国安构成 非常严重的风险 据传这些文件 除了包括 乌俄战争的机密资讯 还有针对美国盟邦的敏感情搜分析 美国国防部表示 文件有被篡改过的痕迹 有可能是不实资讯 不过在华府当局 努力下架网络上的照片之际 不禁让外界怀疑 美国这次是真的发生情资外泄 白宫表示美国官员 正持续和盟友高层接触 但南韩议员已对美方发表严厉谴责 并要求彻查 眼看南韩总统尹席月 即将在4月26号防美 令人关注两国关系 但外些文件却显示 深陷战火的乌克兰 防空能力可能在5月 就会被完全耗尽 乌克兰总统德伦斯基还曾提议 用五人机攻击俄罗斯本土 基辅声称这些都是俄罗斯在造假 却已有知情人士透露 乌克兰已不得不改变部分军事计划 美国情报部门大破洞 不排除亲俄人士为幕后黑手 只不过许多安全专家 甚至美国官员 都怀疑是美国相关部门有内鬼 美国再度爆发情资外泄 更是烧出国防外交双重为基因 进行电影中 朱佳琳报导 昨天晚间宣布结束了 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 美国跟菲律宾在今天就展开了 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有超过一万七千人 都会在旅宋岛等地进行实弹 跟登陆演练 同时也邀请了来自日本 跟澳洲的观摩团 我们看到中共屡屡升高 台海紧张的趋势 显然让整个太平洋的岛链 都更警戒中国威胁 美军神盾级驱逐舰 米利二四号 四月十号现宗 中国控制的南海人工岛 没计较 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证实 这几天都有紧急骑将戒备 日本十号恰好与中国举行 海事磋商 会中就特别重申台海和平 重要性 每日分头一南一北 紧盯中国行动 解放军飞行员面对镜头 竖起大拇指 环台演习最后一天 看起来对成果很满意 只是中国频频武力威吓台湾 又想赢得国际社会信任 如何坚固 外媒记者问题一出 惹来一顿怒呛 中国这波反制卖菜会 剑指台独的环台军演 战高落幕 紧接着美国十一号 也要联手菲律宾 动员一万七千六百名大军 在南海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 肩并肩演习 防堵中国军事行动 肆无忌惮 新新闻无论一带 邮人报导 发行总统马克宏 上礼拜周末 结束了三天的访中行程 带回了丰硕的商业成果 但是如果我们看 外交政策上 好像是一败涂地 因为他主张欧洲应该要避免 因为台湾议题 卷入美中的冲突 还说欧洲不应该成为 美国的附庸国 华尔街日报就评论 马克宏这一趟 在台湾跟乌克兰议题上 已经犯下了大错 欧洲议会跨党派组织 也发布了联合声明 强调马克宏的言论 不代表欧洲立场 法国总统马克宏 上周仿中三天 虽然为法国企业 带回不少商业利益 但在外交上 确实一败涂地 不但没有说服习近平 调停乌俄战争 还主张欧洲应该避免 因台湾议题 卷入美中冲突 引发不少批评 华尔街日报10号的社论 就指出 马克宏此行 在台湾及乌克兰议题上 犯下大错 削弱对中国侵略的 嚇阻力量 并损害美国对欧洲的支持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也发出联合声明强调 马克宏的涉台言论 不代表欧洲 且将尽力确保 北京对台湾的进犯立场 会从国际社会上 收到他应得的敌对回应 不过对于马克宏主张 欧洲要战略自主 不应成为美国附庸的言论 白国方面则试图降温 虽然马克宏呼吁欧洲人 管好自家事 但英国《机中时报》专栏作家 拉契曼则表示 没有一个心惧正常的人 希望美中开战 但现在有时必须为战争做准备 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平 认为台湾在经济战略 与政治上的全球重要性 让美国及其盟友 有坚实理由捍卫台湾 今天新闻 钟晨杰 蔡琼满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他五月即将加冕 英国王室特别替他准备一辆 有两百六十年历史的黄金马车 那就要载着他绕行伦敦街头 而英国王室的主要成员 在九号也齐聚在温莎堡 出席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复活节礼拜 那这样大批王室长员 一同现身的画面 其实相当难得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和王后卡密拉 带着一家人缓缓从温莎堡 一路步行到附近的圣乔治教堂 由于人数众多 队伍浩浩荡荡 连查尔斯国王的弟弟 安德鲁王子 也现身在镜头前 他去年才因为卷入 美国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 被拔掉大部分的头衔 人气最高的威廉王子一家 则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九岁的乔治王子 一路上不断回头 和妹妹夏绿帝公主交头接耳 而平常爱调皮捣蛋的路易王子 这天似乎特别怕羞 英国媒体表示 皇室成员很少共同出席公共场合 今年可说是特例 因为这不但是查尔斯三世 登基后的第一次复活节礼拜 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去年过世后首次 而九号这天 还是菲利普亲王过世两周年 也是查尔斯和卡蜜拉 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另一方面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将于下个月六号 在伦敦西敏寺举行 根据已经曝光的消息 查尔斯和卡蜜拉 当天将会乘坐这辆 配备冷暖气和避震功能的 高级马车前往西敏寺 而回程两人则会改搭 这辆拥有260年历史的黄金马车 虽然馆长讲得很兴奋 不过当年搭过这辆黄金马车的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生前曾经说 这辆马车晃得很厉害 光是坐在里面就有够可怕 靖新闻综合报道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加入进转全球 脸书粉丝团 按赞分享 持续订阅锁定 节目最后 我们到阿根廷走走 进转全球赶紧收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